走剑 选原号是列车部队成员 也是队长激光号的兄弟 他人如其名 具备擅长在集团地带作战的特殊能力 他经常和他大哥一同行动 在列车部队中拥有最小的年纪 在集体行动时 他会排在队北 和激光号相互呼应 体现了兄弟之间的默契 先看变形再说重点 打开后方车顶 接锁车位上方和两侧卡车 左右打开 取出合体头部 前方车轮外拉 再旋转收回 打开前方车顶 延关节翻转 接锁车身卡扣 向外打开 左侧连接口翻出 竖起合体脚腿 脚让两侧面板翻起 接锁卡扣 车身打开 翻动后方车轮 接锁车顶面板 整体外翻 接锁车身卡扣 收起车位面板 把车身面板后翻 外翻车尾 结合卡扣 车顶面板向内部翻动 把车顶扣合 继续旋转转车身 烟滑到下拉 结合卡扣 翻起车轮 旋转180度 再下翻到底 把合体小腿扣合 重点来了 伪装形态到组合形态的变形过程 不算困难 只是第一次变形会让人有点迷惑 说明书上描述的部分步骤 实在是过于详细 乍看之下会有些糊润 虽然同样是合体腿部 但它和月影号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设计四路 脚踝和膝盖关节的松紧目前来看还算可靠 不知道合体后能不能提供足够的支持力度 继续看变形过程 把玩具恢复到车型 打开车顶 沿滚接下拉 后半段车身解锁 左右分离 车身面板解锁 向上打开 把车轮内折 车尾面板内折 尾部车身解锁 连通车顶外翻 整体向后旋转 把车轮下翻 向内侧旋转 再向内侧翻住 向外旋转 连通脚跟翻直 小腿面板后翻 车身面板下拉 灰侧面板打开 车尾面板下揉 连滑到提起 再继续旋转车身面板 贴合小腿 小腿外侧面板后翻 内侧面板前翻 结合坎坎 把小腿向外推动 取下武器 打开车顶 后方面板下揉 解锁臂甲 向外打开 翻起双臂 折裂臂甲面板 解锁根部关节 把臂甲后拉 打开小臂 分出手掌 把小臂扣合 旋转手掌 打开车头 结合卡扣 下翻胸甲 下翻标志 车轮体体旋转 把车头后翻 旋转180度 翻出背包喷气口 安装合体头部 把背包扣合 和背部锁定 侧群件下拉 武器通过卡扣安装面手巾 玩具变形过程比较简单 没有过于复杂和纠结的设计 双腿的变形 也只是在零件之间的互相逼杖上 增加了一定的步骤 人形比较欢迎动画形象 整体身材比例 也符合同系列的风格比较紧凑 做工用链也和前两款成员类似 但塑料板件好像要更厚 猜不 该谁了